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操大军将至 芒兆及巨谋士商议对策 鲁肃道 荆州与东无林街 地势险要 百姓富足 如能占据 必成大业 如今刘表刚死 刘备诈败 我想借掉丧之名 去说服刘备 收服刘表部将 和我们一起抗拒曹操 孙权听了鲁肃的建议 非常高兴 当下就派鲁肃带了礼物 前去江夏吊丧 却说刘备正与诸葛亮留起一起商议联合孙权 对抗曹操的策略 正说着 有人来报 江东孙权派鲁肃前来调丧 船已靠岸了 诸葛亮笑道 大事可成了 诸葛亮问刘奇道 当年孙策死的时候 襄阳可曾派人前去调丧 刘奇道 江东与我家有杀父之仇 我们怎么会去调丧 诸葛亮道 那么鲁肃此次前来 绝非调丧 乃是来探听君情想 于是对刘备说道 鲁肃要是问起曹操的情况 主公知说不知 叫他问我好了 三人记忆停当 刘奇带手下数人 去把鲁肃接了进来 鲁肃调了丧 刘奇收过礼物 就请鲁肃与刘备相见 一番客套之后 鲁肃道 听说皇叔最近曾与曹操会战 一定知道他的虚实 请问曹操大军到底有多少 刘备道 我兵威将寡 一听曹操来就退走了 还真的不知道曹军的虚实 鲁肃道 听说皇叔用了诸葛亮的计谋 两场火烧得曹操魂王胆落 怎么说不知道呢 刘备道 除非去问诸葛亮 才能知道详细情况 鲁肃道 诸葛亮在哪里 我正想见他一面 刘备当下派人去请诸葛亮出来相见 鲁肃和诸葛亮见过礼 就问起曹操的情况 诸葛亮道 曹操的奸计我都清楚 可惜的是我们兵力不足 只好避着他了 鲁肃道 你们打算就这样算了吗 诸葛亮道 我家主公与苍无太守无臣交好 打算前去投靠他 鲁肃道 无臣良少兵威 自身尚不能保 哪里还能容得下外人 我家孙将军虎聚六郡 兵精良足 你们最好派心腹之人前去联合东吴 一同商议抗曹大忌 诸葛亮道 我家主公与孙将军向来就没有什么交情 再说我们也没有心腹之人可派啊 鲁肃道 令兄就在江东做参谋 天天盼着与先生相见 我愿与你一起去见孙将军 共议大事 刘备道 孔明是我的老师 一刻都不能离开 怎可远去 鲁肃再三邀请朱葛亮前去东吴 刘备都是装作不虚 最后 刘备见朱葛亮给自己递出眼色 才终于答应了 鲁肃辞别了刘备 刘齐 和朱葛亮一起乘船向柴桑郡而去 在船上 鲁肃叮嘱朱葛亮 见了孙权千万不要说曹操兵多江广 朱葛亮说自己会见机行事 下了船 鲁肃请朱葛亮先在管义中休息 自己先去见孙权 这时孙权正召集文武官原在藏上议事 听说鲁肃回来了 急忙召他进来 问他探听到什么消息 鲁肃道 已经了解了一些 过后再想细向主公汇报 孙权拿出曹操 要他联兵讨伐刘备的文书给鲁肃看 说人讨论了许久 还是拿不定主意 鲁肃看过文书 问道 主公是什么意思 孙权道 暂时还难已做出决定 张昭主张投降曹操 众谋士齐声附和 孙权低头不语 稍后 孙权假装去厕所 走了出去 鲁肃随后跟了出来 孙权拉住鲁肃的手问道 你是怎么打算的 鲁肃道 刚才众人说的 主公千万不要听 他们人人都可以投降曹操 只有主公不可 孙权道 为什么这魔说 鲁肃道 我们这些人投降之后 都可以混个州官 郡官当当 主公投降曹操 顶多也就不过封侯 怎比得如今的难面称姑啊 主公还是早些拿定主意才好 孙权道 这些人太让我失望了 你说的正好和我的想法一致 只是曹操势力强大 我们恐怕难以抵抗 鲁肃道 我已经从江下 把诸葛锦的弟弟诸葛亮请来了 主公只要问他 就可以知道曹操的虚实了 孙权道 卧龙先生来了 鲁肃道 正在管义休息 孙权道 今日天晚了 就不见他了 明天召集文武官 原道帐下 先教他见识 见识咱们江东的英雄豪杰 然后再与他升堂一世 第二天 鲁肃道管义中 见了诸葛亮 又叮嘱道 今天见了我家主公 千万别说曹操兵多 诸葛亮笑道 我自会见及行事 绝不有误 鲁肃领诸葛亮来见孙权 张昭 顾雍等一般文武 二十余人 各个额观伯代 一事齐整 严肃地坐在那里 诸葛亮一次和众人 打了招呼 问了姓明 再刻位坐了下来 张昭等人看到 诸葛亮神雄潇洒 气度不凡 早料到此人 必定是来游说的了 张昭先开口是叹道 早就听说先生 高卧龙中 自笔管 月 这话可是真的 诸葛亮道 这不过是我随便比比罢了 张昭道 听说刘豫舟三顾草庐 请得先生 以为如鱼得水 想着一举拿下京 相二周 谁知却被曹操占了 不知道你们这是怎么规划的 诸葛亮想到张昭 是孙权手下的首席谋士 若不先难倒他 便无法说服孙权了 当下道 依我看 拿下汉上之地 亦如凡掌 诸葛亮直视张昭 接着道 我家主公公行仁义 不忍心夺取同宗基业 刘从这小子听信坏话 暗自投降 才使得曹操如此猖獗 如今我家主公屯兵将下 另有打算 这可不是一般人可以知道的了 张昭道 照这么说来 刘豫舟气心也走凡城 拜当阳 奔下口 如今连容身之地都没有了 这难道不都是先生所赐吗 诸葛亮听了 笑了笑道 燕却怎知 洪湖之至 昔日高祖也曾数次败于项羽 而该下一站成功 你能无视寒信的谋略吗 一番话说得张昭无言以对 坐上忽然有人高声道 现在曹操大军百万将领千元 正想平吞江夏 先生打算怎么应对呢 诸葛亮一看 原来是于藩 于是冷笑道 曹操的百万大军 在我看来不过一盘散沙 没什么可怕的 于藩道 刚吃了败仗 又来向别人求救 还说不怕 真是嘴硬得很啊 诸葛亮道 我家主公兵少 怎敌曹操的百万大军 江东兵京梁足 又有长江天险 诸位却都主张投降曹操 这魔看来 刘将军可算是不怕曹操的了 谋事席上又有一人道 孔明是要效仿张仪苏秦 来由说东无魔 诸葛亮见是不知 开口道 你以为苏秦张仪之事便是 却不知他们也是真豪杰啊 你们这些人听了曹操的大话 便只想着投降 还敢嘲笑苏秦张仪 不知漠然无语 薛宗道 如今曹公占据了天下的三分之二 刘豫舟不识天使 怎能不败 诸葛亮愤怒的说道 薛静文 怎么说出这魔无父无君的话来 曹操不思报效朝廷 返怀篡逆之心 人人得而诸之 你竟然还要大家归顺他 真是可耻 请别再开口说话了 薛宗满面修残 不能应答 坐上又有一人道 曹操是相国曹参之后 人人皆知 刘豫舟说是中山晋王的后代 却是无储查考 只不过是知习卖邪的罢了 诸葛亮道 这位不正是在元树沿席上 揣橘子的路郎吗 曹操身为曹相国之后 如今欺凌君父可谓乱臣贼子 刘豫舟是当今皇帝暗足普任的皇叔 怎能说无储查考呢 再面回原说了 高祖不过是亭长出身 知习卖邪 又有什么可耻的 你这种小家子见识 真是可笑 言缩道 孔明一贯强词夺理 不必再说 请问你研究什么经典 诸葛亮道 寻张摘据怎能兴邦立国 没人知道伊尹 紫牙 张良 陈平等研究什么经典 你知道吗 严峻垂头丧气 无言以对 汝南城德书大声道 你好说大话 未必有真才实学 诸葛亮听了知识大笑 并不应答 众人见诸葛亮对达如流 不觉面面相观 低头不语 张温落统二人 正想开口发难 忽然有一人从外面进来 大声道 孔明乃当是奇才 你等一再刁难 这可不是靖客之理啊 曹操大军压境 你们不想退敌的策略 反而还在斗嘴 众人一看 原来是黄盖 现为东吴的良官 黄盖对诸葛亮道 先生何不将精妙的言论 讲给我家主公听呢 反倒在这里和他们这些人辩论 诸葛亮道 这些人相计刁难 不容我不回答了 于是黄盖与鲁肃带领诸葛亮去见孙权 走到中门 遇到诸葛锦 诸葛亮连忙事里 诸葛锦道 贤弟到了江东 怎么不来见我 诸葛亮道 我现在辅佐刘豫州 理应先攻后司 望兄长见亮 诸葛锦道 贤弟见过吴侯 早来说话 说霸境自取了 鲁肃再次叮嘱诸葛亮 刚才关照你的话 千万别忘了 诸葛亮点头答应 来到堂上 孙权走下台阶相迎 非常恭敬 诗里过后 孙权赐诸葛亮作 文武分两行站立 鲁肃站在诸葛亮旁边 只看他讲话 诸葛亮转达了刘备对孙权的问候 偷偷地看了孙权几眼 见孙权相貌堂堂 以表不凡 便知对此人 只能使用激将法 说正话是毫无用处的 喝过茶之后 孙权道 先生最近在新野 辅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 一定知道曹军的虚实 诸葛亮道 曹军马步水军 约有一百五十多万 孙权道 没有假吗 诸葛亮道 没有 恐怕还不止这些呢 鲁肃在旁边听了 变了脸色 只给诸葛亮识眼色 诸葛亮假装看不见 孙权问道 曹操平定经 除 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诸葛亮道 曹军沿着长江下寨 准备战船 不正式来攻打江东吗 孙权道 曹操既有吞并江东之意 请先生为我做个决断 诸葛亮道 我劝将军量力而为 如果能对抗 就直接应战 否则 还是俯首称臣的好 孙权还没来得及回答 诸葛亮道 将军不够果断 大祸将至啊 孙权道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 刘豫舟怎么不归降曹操呢 诸葛亮道 刘豫舟乃王室贵州 盖是英雄 怎么能屈居别人之下呢 孙权听罢 气得变了脸色 一甩一袖 退入了后堂 两旁的文武官 远也都善笑着散去了 鲁肃则被诸葛亮道 先生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也太藐视我家主公了 诸葛亮仰面大笑道 你家主公度量也太小了 我自有破曹妙记 他不问我 我当然不会说了 诸葛亮道 在我看来 曹操的百万大军 不过是一群蚂蚁 知消举手之劳 就可以碾为积坟 鲁肃道 既然先生有好主意 我去请我家主公来向您求教 鲁肃到后堂来见孙权 孙权还在生气 接鲁肃道 孔明欺人太甚 鲁肃道 我也这么则问过他 可是他却说您度量太小 孔明已有破曹妙记 您去问问他吧 孙权道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差点儿误了大事 当即便捅鲁肃回到大堂 当面向诸葛亮致歉 再把诸葛亮邀请到后堂 摆下酒宴款待 几杯酒过后 孙权道 曹操最恨的就是吕布 刘表 袁绍 袁树 刘豫舟和我 如今只有刘豫舟瑜和我还在 我可不能带着整个东吴寿人管辖 我决心和你家主公联合对抗曹操 只是你家主公刚刚打了败仗 还有能力抵抗曹操吗 诸葛亮道 我家主公虽然战败 关羽还有精兵万人 留其在江下也有万人 曹军远来 必然疲惫 已是强弩之末 而且北方人不熟悉水战 只要将军能与我家主公联合起来 曹军必败无疑 曹军战败 必然还回北方 那时经吴之势强大 顶足三分的局面就形成了 成败再次一局 请将军决断 孙权非常高兴 听了先生的话 使我毛色顿开 我已经拿定主意了 立即商量发兵 共灭曹操 孙权叫鲁肃把这个决定赚打给文武官员 并送诸葛亮到管一安歇 张钊得知孙权要兴兵 就对人道 主公中了诸葛亮的计了 急忙拉上雇佣 一起来见孙权 劝道 我们听说主公将要兴兵与曹操抗争 这不是暴心救火吗 刘备是想借我江东的兵力抗拒曹操 主公不要被他利用啊 孙权犹豫不决 张钊等人出去之后 鲁肃进来道 刚才张钊他们劝主公投降 都是在保全自己啊 主公千万不要听 否则会误事的 孙权道 你先退下吧 让我考虑考虑 孙权退入内宅 寝食不安 犹豫不决 吴国泰道 你不记得我姐姐临终之前说的话了吗 内是不决问张钊 外是不决问周瑜 还是请周瑜回来商议一下吧 孙权听了非常高兴 立即派人去婆阳 请周瑜回来议事 周瑜原本在婆阳湖训练水师 一听说曹操大军来到汉上 便连夜赶回柴桑郡 和主公级文武官 袁商一军机大事 使者还没出发 周瑜已经回来了 鲁肃与周瑜关系最好 想着来见周瑜 把最近的刑事和文武官员的雄度详细 对他说了一遍 周瑜道 子敬不用担心 我自由主张 你现在快去 请孔明来相见 鲁肃上马去了 周瑜刚刚歇息 有人来抱张昭 顾庸 张炼 布置四人 前来拜访 周瑜将他们接入堂中坐下 张昭等表达了投降的意向 周瑜道 你们都是主张投降吗 顾庸等道 是的 周瑜道 我也早就想投降了 你们先请回吧 明天见了主公 就有决定了 张昭等人告辞而去 过了一会 成仆 黄盖 韩当等一般战将前来见 周瑜 成仆道 谋士们独主张投降 我们宁愿死战 周瑜道 将军们独这样想吗 众人道 头可断 绝不详 周瑜道 我正要与曹操决战 怎肯投降 将军等请回 我见了主公 自有定论 成仆等人辞别而去 过了不久 诸葛锦 吕范 吕蒙 甘宁等文武官 原相纪来见 有要战的 有要详的 互相争论 周瑜道 大家不必多说 明天都到主公那里去商议 众人告辞而去 周瑜冷笑不止 到了晚上 鲁肃带诸葛亮 来见周瑜 鲁肃问周瑜的意思 周瑜道 曹操势大 战则必败 我决定劝主公投降 鲁肃道 像将军这样的英雄 在拥有东吴的显顾地势 如果全力抵抗 曹操未必能占到便宜 鲁肃 周瑜二人互相争辩 诸葛亮之在一旁冷笑 周瑜道 先生为何发笑 诸葛亮道 我孝子竟不识时误 恭谨决定投降曹操 是正确的 鲁肃大怒道 你这样将至我家主公于何地 诸葛亮道 我有一条计策 只要派一个使者 送两个人到江上 曹操得到这两人 就会立即退兵 周瑜道 用哪两个人 可以退曹兵 诸葛亮道 江东桥公之女 大桥小桥 周瑜勃然大怒 站起身 手指北方大黑道 老贼欺人太甚 诸葛亮急忙站起来劝道 从前匈奴 缠于屡次侵略汉朝将界 汉天子还用公主和亲呢 现在又何必吝惜 两个民间女子呢 周瑜道 先生不知道吧 大桥是孙策将军的夫人 小桥是我的妻子 诸葛亮假装害怕的样子道 我确实不知道 真是该死啊 周瑜道 我与老贼事不良力 诸葛亮道 还是仔细考虑好了 再做决定的好 周瑜道 我早就决定迎战了 刚才是试探你罢了 还望先生能助我一臂之力 同破曹贼 诸葛亮道 愿孝犬马之劳 周瑜道 明天去见主公 商议起兵 诸葛亮与鲁肃告辞出去 第二天清晨 孙权升堂 左边文官 张昭 雇雍等 三十余人 一官齐整 右边五官 城普 黄盖等 三十余人 佩戴的刀剑 枪枪作响 过了一会 周瑜来见 参拜过后 孙权慰劳几句 要周瑜帮着拿个主意 周瑜道 文官主张投降 那是书呆子的想法 主公不必在意 孙权道 我们该怎么办呢 周瑜道 曹操此次带兵南下 犯了四个兵家大忌 一是后方不稳 二是不熟悉水战 三是粮草储备不足 四是士兵水土 不服 将军勤拿曹操 正是时机啊 臣愿为将军决一血战 万死不辞 就怕将军拿不定主意啊 孙权拔出佩剑 砍下暗桌的一脚 说道 再有主张投降的 和这暗桌一样 孙权将佩剑赐给周瑜 封周瑜为大都督 成普为副都督 鲁肃为赞军校尉 卢文武官将有不听号令的 可以先斩后奏 周瑜接了剑 对众人道 我奉主公之命 率领大家抗击曹军 文武官员明天 都到江边行营听令 如有迟雾 军阀处置 说完 辞别了孙权 起身回府 周瑜回到府中 立即请诸葛亮来 把和孙权商议的结果告诉他 诸葛亮道 孙将军丹 新曹操兵多 怕寡不敌 还没最终拿定主意 稍后再谈不迟 周瑜再次求见孙权 问道 主公真的还有疑惑吗 孙权道 只怕曹操兵多 我们寡不敲中啊 周瑜道 曹操兵马虽多 不足为虑 主公不必担心 只要有五万人马 我就可以打败曹操 孙权道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周瑜出来之后想 诸葛亮计谋 比我高出很多 留着必是江东的后患啊 于是连夜请鲁肃来 商议杀诸葛亮的事 鲁肃道 不行 如今曹操未破 先杀了诸葛亮 就像自断臂膀一样啊 不如派诸葛紧去 把他招到咱们这里来 周瑜认为这魔做很好 诸葛紧按周瑜的吩咐 来见诸葛亮 哭着道 弟弟知道 博一书旗的故事吧 诸葛亮一听 就知道哥哥是来劝 自己投靠东吴的 于是道 自然知道 哥哥要是能离开这里 和我一起去扶左流皇叔 咱们兄弟就能常在一起了 诸葛紧听了 知道再说也没用 就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 然后告辞出去 回去向周瑜复命 周瑜道 他既然不肯来东吴 就由他去吧 我自有收服他的计策 第二天 周瑜调动兵马 水路并进 望下口而发 周瑜 成仆 鲁肃邀诸葛亮同行 几人一同登舟 驾起翻墙 沿江而进 水军在离三江口 五六十里楚下寨 陆路大军在岸上 一帮西山安下营寨 周瑜请诸葛亮到中军仗义室 说要派他去断曹操的良道 诸葛亮心想 想用这个方法害我 太小看我了吧 于是没说二话 就接了周瑜的命令 周瑜非常高兴 就让诸葛亮去做怀背了 鲁肃问周瑜 您派诸葛亮去结粮 是怎么回事 周瑜道 我是想借曹操的手杀他 以绝咱们东吴的后患啊 鲁肃怕诸葛亮 不知道周瑜的计策 就去诸葛亮那里查看动静 只见诸葛亮毫无为难的意思 正在调动军马 就要出发了 鲁肃心有不忍 试探道 先生此去能成功吗 诸葛亮笑道 我水战 步战 马战 车战样样精通 怎会不成功 哪像周瑜 就知知道水战 对路战就外行了 鲁肃把这话告诉了周瑜 又来见诸葛亮 说周瑜很生气 打算自己带兵 前去结粮 诸葛亮笑道 周瑜的借刀杀人之计 我还会不懂 曹操冠会断人良道 如今必然会派重兵把守 宫谨若去 必然被擒 如今还是先决水战 错动曹军锐气 再寻找破敌的妙计为好 鲁肃连夜回来见周瑜 把诸葛亮的话详 细的述说了一遍 周瑜恨恨地道 这人的剑石胜我十倍 现在不除掉他 以后必定是我国的大患啊 鲁肃道 如今正当用人之计 还望以国家大势为重 周瑜接受了鲁肃的劝告 决定先对付曹操 以后再对付诸葛亮 刘备吩咐刘齐 把守江夏 自己亲自率领江 指挥军队赶往下口 进驻反口存扎 刘备怀备好了 杨九等礼物 派弥竹到东吴靠军 其实是打探诸葛亮的消息 弥竹来到周瑜大寨 献上酒礼 周瑜接了礼物 设宴款待弥竹 席间 弥竹说希望能和诸葛亮一同回去 周瑜道 孔明先生实在脱不开身 还是请你家主公过江一趟吧 我也很想见见刘豫舟 好贡商大计 刘备听弥竹一说 便叫收拾快船一只 立即起身 关羽担心周瑜别有用心 劝刘备不要去 刘备不听 吩咐张飞赵云守寨 简雍固守恶陷 然后和关羽乘小船 支带了二十余人 过江来到江东 刘备看到江东 蒙冲战舰 惊起甲兵 左右分不整齐 心中高兴 周瑜带人出寨迎接 将刘备 关羽等 接到中军帐 分宾主而坐 周瑜设宴款待 诸葛亮偶然来到江边 听说刘备到江东来 和周瑜相会 吓了一跳 急忙进入中军帐 偷看动静 只见周瑜面带杀器 两边闭衣中 密牌刀扶手 诸葛亮大惊道 这可如何是好 回头再看刘备 谈笑自如 又看到刘备身后 站着一人 手按在剑上 正是关羽 诸葛亮道 我家主公没有危险了 于是不再进去 仍转身回到江边等候 等了一会 刘备与关羽等来到江边 只见诸葛亮已在船上 刘备非常高兴 诸葛亮道 主公知道今天的危险吗 刘备吃惊地道 不知道 诸葛亮道 如果没有云长 主公就要被周郎杀害了 刘备仔细回想 刚才宴会上的情景 这才恍然大悟 刘备请诸葛亮 一同回返口 诸葛亮道 我虽在湖口 却安如泰山 主公回去之后 可叫子龙于11月20甲子日 驾小船来南岸边等候 只要看到东南风起 我必定回去 说完先走了 刘备与关羽和丛人上了船 走了没多远 就舰上游过来五六十只船 原来是张飞 怕刘备出意外 特意带人前来接应 于是三人一同回寨 遇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草船借鉴